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俄媒曝光震撼结论 这次不仅仅是猜测 12日报道 新冠肺炎在美国肆虐之际 传统硅谷所在地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拉县的现场 医学博士杰夫·史密斯根据各类数据做出判断 疫情在当地存在的时间很有可能追溯到去年12月 根据洛杉矶时报4月11日报道 史密斯是在10日的简报会上向县官员提出上述说法 他说 病毒一直在我们社区肆意传播 可能已经存在了相当一段时间 史密斯表示 美国联邦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 本地卫生部门以及其他机构所收集的数据显示 疫情在本地的存在时间比我们最初想象的要长得多 很有可能追溯到去年12月 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提供的疫情走势图 全美范围内3月中旬开始出现疫情爆发 而斯坦福大学和CDC的最新研究则显示 旧金山湾区的新冠病毒是2月下旬以来迅速传播的 斯坦福大学4月7日公布的研究报告显示 其1月1日至2月26日收集旧金山湾区2888份病人样本 阳性率为0.07% CDC4月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其3月5日至14日从圣克拉拉县四个紧急护理中心 抽取的226名咳嗽发烧病人的样本中 约8%被检测出新冠病毒 史密斯10日的推测则将新冠疫情在加州地区的传播时间 又向前推了一步 至于之前为什么没有意识到这点 史密斯简示声道 当时美国正处于严重的流感剂 新冠肺炎症状很像流感 如果你是轻症患者你不会意识到 甚至也没有去看医生 医生或许也不会注意 因为他们也觉得这是流感 硅谷的主要部分位于旧金山湾区的圣克拉拉县 其总范围一般还包括圣马特奥县 阿拉米达县的部分城市 圣克拉拉县于1月31日 2月2日确诊的首两例新冠患者 借由武汉旅行时 不过报道指出 在1月及2月的大部分时间 加州几乎没有进行社区病毒检测 当时CDC指向一些卫生部门发放检测试剂 且对检测对象做出了限制条件 圣克拉拉县发现第三例确诊病例 已经是2月27日 68岁的妇女阿扎尔·阿赫拉比 也是该地区首名社区传播的确诊病例 此后当地几乎每起确诊病例 都指向了本地传播 11日消息 近期 关于新冠病毒起源问题的研究 有了新进展 不过就研究结论看 似乎对美国指控中国的说法不利 最新的研究发现 新冠A类病毒 更多发现于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受感染者 在武汉只有极少数案例 4月8日 一篇由英国和德国学者 共同撰写的论文 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 美国科学院院报上发表 文章题为Phylogytec Network Anise of SARS-CoV-2 Genomase 第一作者为剑桥大学的Peter First博士 论文内容显示 研究人员按照进化关系 将新冠病毒变种分为ABC3类 A类和从蝙蝠穿山甲身上取得的病毒最为相似 更多的发现于美国和澳大利亚受感染者 研究人员称 A类病毒为爆发根源 B类毒株是中国境内的主要类型 C类在欧洲大规模传播 亚洲地区的香港 新加坡 韩国也出现此类型 2月3日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论文指出 新冠病毒的基因组 与蝙蝠的冠状病毒相比具有96%的相似性 基于此研究 Peter Fulst博士的研究团队 在其论文中将蝙蝠携带的冠状病毒设定为起源 该研究团队使用了160个完整的病毒基因样本 标记为ABC3类 这些样本在2019年12月24日至2020年3月4日期间 采集自世界各地 利用基因网络技术 他们重建了新冠病毒变异与进化的早期传播路径 因为A类毒株与蝙蝠身上的冠状病毒最为相似 研究人员认为 该类型是在人类群体传播的原始类型 研究发现 在武汉的病患样本发现了A类病毒 但是大规模传播的为B类 令人惊讶的是 在武汉居住过的美国人身上发现了A类病毒 来自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病患体内也发现了大量的A类病毒 中国乃至整个东亚范围内传播最广泛的是A类病毒的变异体 即B类病毒 最后一种C类病毒是欧洲的主要类型 在法国、意大利、英国的早期患者中都有发现 160个样本中 中国大陆地区没有出现该类型病毒 但在新加坡、中国、香港、韩国地区有发现 从论文给出的传播路径网络图与专家的结论看 与原始毒株最为相似的A类病毒在武汉虽有出现 但并未广泛流传 其变异体B类在中国境内乃至东亚大范围传播 A类型真正扩散地区是在美国和澳大利亚 欧洲传播的C类型病毒 可能是东亚B类型变异过去的 值得一提的是 据纽约时报8日报道 最新的基因研究表明 新冠肺炎病毒早在2月中旬就开始在纽约地区传播 也就是在第一个确诊病例出现之前的几周 这种病毒主要是由欧洲旅行者带来的 而不是来自亚洲 尽管研究的病例不同 但纽约大学格罗斯曼医学院的研究团队得出了近人相似的结论 从纽约地区患者身上获得的病毒 与欧洲发现的病毒相同 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的研究人员称 他们分析了上个月在纽约地区医院 确诊新冠肺炎的75名患者的病毒样本 其中大约三分之二的样本来自欧洲 11日的英国新冠肺炎疫情发布会上 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医疗总监伊波斯 在谈到新冠肺炎疫苗时说 新冠肺炎疫情可能是几世纪以来 遭遇过的最严重的全球卫生紧急事件 而病毒在中国流行的最初阶段 就被鉴定和测序 其基因序列也很快被提交 这使得全球学者和公司 能迅速地开始对疫苗的研发 此前报道 1月5日悉尼大学教授赫尔姆斯和中国技工中心教授张永正等人 从武汉中心医院一名患者的病毒样本中 检测出一种新型SARS样冠肿病毒 通过高通量测序获得该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 并立即报告相关部门 1月11日研究团队在病毒学网站发布了所获得的新型冠肿病毒全基因组序列 系全球最早公布该病毒序列的团队 针对新冠病毒的来源俄媒也有不同的看法 今日俄罗斯阿提网站9日称 去年11月新冠病毒在中国仍处于萌芽状态 新的发现使该病毒起源的时间表更接近一种有争议的主张 即美国军方代表团参加去年10月中旬的世界军人运动会 将病毒带到了武汉 9日五角大楼坚决否认上述报告的存在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C5G格拉Z5这两天 接受俄罗斯Task RoadTV网络电视台采访 主要就疫情背景下的国际斗争发表自己看法 院士说 这次新冠病毒疫情是美国对无法控制的经济发展态势 采取的混合战争 他指出 回溯整个新冠疫情事件可见人为操控痕迹 冠状病毒 我认为 一颗请生物工程师讲讲它是如何合成的 已知只有一个国家可以做到这一点 美国 这个国家进行病毒测试 这让他们拥有了完整的生物武器库 当时就预言了 这实际上是美国针对他们无法控制的经济体进行的混合战争 可以理解合乎逻辑 ABC称 NCMI的报告基于对截获的通信和卫星图像的详细分析 报告预测 该病毒不久将威胁中国 还会威胁附近驻扎的美军 一位消息人士说 情报部门的时间表可能比我们讨论的要早得多 关于该病毒在武汉传播情况的初步报告 更早于NCMI的报告 CN称 尽管第一份报告的确切日期尚不清楚 但消息人士表示 情报收集于11月以及随后的几周内 在1月3日被纳入总统的每日简报前 通常要在幕后进行数周的审查和分析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12日又发推了 有着14亿人口和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中国 已经控制了疫情 美国加油保持强大 这次他连发多条推文 介绍中国的抗疫举措 并为目前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数 全球第一的美国加油 新冠病毒对人类来说是一种未知病毒 中国最先报告 公开透明且负责任的做出响应 并在大约两个月内控制了局势 华春莹首先写道 接着他介绍了美国应对疫情的时间线 1月初美方被正式通报疫情信息 1月底美国专家来华 1月25日美国驻武汉总领事馆关闭 2月2日美国关闭了与中国的边境 不幸的是 两个月过去了 美国感染和死亡的人数最多 在此之前 华春莹还在推特上提到了中方 为美国抗疫提供了援助 生命第一 没有任何事比生命更重要 中国为美国提供了必要物资 以帮助美国医务工作者获得更好的保护 从危险中拯救更多美国人的生命 12日 星期日邮报网站刊登中国驻英国大使馆 批驳该报有关新冠病毒起源错误言论的信函 全文如下 上周 贵报刊登的文章 散布新冠病毒与武汉实验室有关的没有论 对中国有效抗疫以及推动国际合作的努力进行抹黑污蔑 关于病毒溯源工作目前仍在进行中 科学家和医学界均尚未定论 世界卫生组织多次表示 新冠病毒是全球现象 源头尚不确定 此时 应关注如何应对遏制病毒 应避免地域的污蔑化语言 世卫组织将新冠病毒命名为Covid-19 就是不将该名称同任何地区和国家相联系 病毒的来源是个复杂的科学问题 应该由科学家和医生得出结论 在科学界还没任何定论之前 匆忙下结论 网称新冠病毒来源中国 企图让中国背上制造疫情灾难的黑锅 是极为不负责任的行为 也必将损害全球在关键时刻合作应对新冠病毒 同样作为污蔑过中国的媒体 英国《自然》杂志道歉了 作为一本世界顶级学术刊物 此前该杂志曾将新冠病毒直接与武汉 中国相关联 而在最新的社论中 《自然》杂志表示 当初的做法确实有误 我们愿为此承担责任并道歉 英国《自然》杂志的道歉 首先于4月7日 以英文社评的方式发布在官方网站上 4月8日 同样的内容发布于《自然》杂志 海外社交账号上 4月9日 《自然》杂志官方微信公众号 又发布了中文翻译版本 连续三天 国内外三次发声 这一世界著名科学期刊 以此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这篇题为 《停止新冠病毒》的污名化的文章 开宗民意地指出 世界卫生组织 2月将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 命名为COVID-19时 曾委婉地提醒 在新闻报道中 错误地将新冠病毒 与武汉和中国 关联在一起的人和组织 而其中就包括《自然》杂志 道歉后 社论不忘科普 世卫组织早在2015年就发布指引 要求停止这种做法 以减少污名化和恶劣影响 比如对所社区域或当地民众的恐惧 或愤怒之情 为什么要道歉 文章援引传染病和流行病学家的话表示 历史表明 大流行会导致一些群体被污名化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所有人都要谨言慎行 如果存有疑问 可以征求他人意见 但无论如何 一定要落实到实实在在的证据上 文章说 亮明态度后 这篇道歉社论并没有止步于此 而是进一步引申出 种族主义攻击 一损俱损两个子话题 描绘了新冠病毒污名化 给特定群体和世界带来的严重影响 引发媒体多角度解读的同时 自然杂志的文章 也在中外网友间引发讨论 不少中国网友 首先对自然杂志能够改成错误 反对污名化的举动表示赞赏 一些外国网友 则开始反省西方此前的舆论攻击 更有外国网友 直接引用自然杂志的标题呼吁 停止污名化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